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不优渥 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在家里 在学校 常常都是天天挨打的小孩 有时候还会被同学欺负 童年时光并非无忧无虑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让他的思想变得非常丰富 小学的时候 常常习惯把自己的文章作品 寄给当时的学友杂志 和国语日报刊登 一旦刊登出来 同学、老师的哄传 让卢胜燕这三个字 有了出风头的开始 然而 卢胜燕从小拼命写作 投稿的命运 却有很长的沧桑史 有一家报纸的副刊 卢胜燕曾一直试图投稿 可是这家报纸让他投稿的数量 和退稿的是一样多 有一次他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寄稿件去 在稿纸的上方还卷着一根火柴棒 旁边放着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写着 编者先生 假如你读了这篇稿件 认为无刊登价值 不用抛进自纸楼 也不用浪费游资退稿 只要火柴棒一擦 就化了它 就当作只是对这作者 一件无关紧要的失效而已 由这个例子 我们不难看出 写作的无奈和风霜 让人能想象当年 卢胜燕期盼公诸作品的 寂寞和凄苦 也看出那份隐隐的自尊 1963年 青年的卢胜燕 因为写了不少文章和短诗 受到赏识 被邀请到高雄高宫的校刊 雄公青年担任编辑 也因此 接触了更专业领域的编误工作 后来进入测量学校之后 又担任测量文艺的主编 在任飞陀报记者 中辰报客派云 中情报记者 在中部还有许多日报 都有专栏 军中的生涯 因为写作更是得奖无数 卢胜燕为了写作 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常常忘了吃饭睡觉 很多同学认为他太苦了 可是他说 这是最大的乐趣 那时候假如真的有一阵子 没有新作品了 也许是卢胜燕失恋了 也许他会独自一人 在小街上喝点小酒 等醉醒之后 他的春天又来了 写作又像日行千里的快马 没有人能比得上 有人曾质疑卢胜燕的黄金年华 作品有着少年为特的烦恼 现在的联生活佛并不否认 在青春年华感情奔放 但是并没有放逸 胡闹 自意和非为 坦白说 他只是爱写作 爱写信 从来没有深陷 爱与欲的牵绊中 1967年8月 卢胜燕请了一辆三轮车 车上载了五百本的书 那是卢胜燕生平的第一本书 《淡烟集》 而且是自己设计封面 自己编辑内页 自己出资一半 印刷一千本 自己买下五百本 在三轮车上 一路兴奋地把这五百本运回家 难难念着 我终于出版书了 我有一本诗集了 我是诗人 我真是乐死了 这生平的第一本著作 真是宝贝 不管再怎么丑 也一样珍惜不已 摸着它 翻看它 整整一个星期 之后 不管别人看不看 逢人就送 同时还在街角的 小书摊寄卖 当时一本书是卖台币六块钱 老板说 这本书一星期可以卖两本 诗集本来就很难销售 能有这样的成绩很不错了 老板的话 听在作者的耳里 只有快乐的不得了 因为 只要有人买他的书来看 他就太快乐了 可是 有谁知道 当年这样辛苦写作的罗胜宴 其实 不为你 也不为力 原来 他是为了众生在写 他是为众生而活 是为了众生在写 对 感谢观看